来 李妃 都准备好了 好 那咱们赶紧给彭尘王送去 姐 风儿 参见李妃 别闹 你怎么过来了 我还不能来看看我姐了 说正经的 我有军务 要来府上走一趟 好香啊 这可不是给你的啊 你看你小气的 这是你做的 还是我姐做的呀 这是李妃亲手做的 这等于上午 厨房都快收了 我姐 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好 更像一个女人了 什么叫更像一个女人了 没大没小的 怎么 我之前不像女人吗 就是天天洗衣做饭 相夫教子 然后 不对 好像还少个子 姐 你得努力了 怎么也得剩个十个八个的 到时候把我这一身无意啊 全都缠给我的小侄子 话怎么那么多 喝水 你看看你有个女人样吗 彭尘王怎么也不嫌弃 她才不嫌弃呢 彭尘王恐怕是要失望喽 入府这么久了 都没有学成大家闺秀的样子 她才不在乎这个呢 相夫教子学是要学的 可是我更喜欢我本来的样子 她也喜欢 我也喜欢 就你嘴甜 这还差不多 走 陪我一起去看看你姐夫 走 娘进来可好 挺好的 紫禁姐一直照顾着她 该叫大嫂了 此为何物 启禀殿下 沈廷章父子身入敌后 何为魏军的战绩 已在民间广为流传 又有人说 沈将军被俘 宁死不屈 还能全身而退 带领全军守住码头 乃今世第一武将 如今 北境百姓几乎要将随远兵 视为神兵 这些都是北境各地百姓 上表请立沈廷章 长生牌的请愿书 望陛下引准 万万不可呀殿下 殿下已经嘉奖沈氏一家 如今沈氏 三门将军 又有一个女儿 嫁入王府 已经是赏无再赏 自古君王贤德 百姓多利长生牌位 沈廷章不过是一个将军 出生入死 本就是职责所在 不亦封赏太过 令沈氏 是其骄金之心哪 沈将军带兵多年 一向勤勉克己 从未有过余局啊 从前不会有 不代表以后不会有啊 殿下 下官以为左民尚属所言极是 这自古武将功高盖主 自是兵权行大义者 并不少见哪 这路远已成前车之鉴 还请殿下 卫长远纪 分散身家兵权 还有 殿下府上黎妃 独得专宠 这 殿 殿下恕罪 下官不该议论殿下家事 一帮老女傅 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走 这群朝臣 我们上阵杀敌的时候 他们怎么不说话 现在打了圣仗 拿了功勋 一个个在这儿说三道四 什么功高盖主 什么独得专宠 真的气死我们了 还有蓬城王也是 他还是我姐夫呢 他们这样诽谤也能忍 岂能任由他们言录 你说 他我已无关 抱着你穷穷 每个人无缘 要人无缘 他我已无缘 他我已无缘 抱着你穷穷 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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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什么黎妃啊 是佳儿 好 姐姐是娘的佳儿 姐姐要是知道娘在给她做衣服 一定高兴坏了 佳儿高兴 娘就高兴 你别摸了 待会儿弄坏了 放这里 放这里 风儿不摸了 放边上 正叔 夫人 您要的经书 放这里 娘又抄惊了 还抄了这么多 娘 您眼神不好 您何必费这个神呢 你知道什么呀 娘抄惊啊 那是为了祈福 心生则灵啊 娘以前也不这样 娘 您是不是有什么小秘密 要跟风儿说一下呀 秘密 秘密 你是谁家的孩子啊 在我眼前换来换去的 不要影响我给家的做衣服 娘 我是您的风儿 玉树林风的风儿 您仔细看看 风儿 这儿呀 乖 乖 郑叔 少爷 你们最近糊涂 好像又严重了 是啊 他以前也不这样 现在那么喜欢抄劫 还不嫌累 他以前也不是那么频繁去寺庙 现在是怎么办 这我也发现了 不过 看夫人现在心情真的不错 所以我也没多说什么 是啊 娘要是心情好 就随她吧 好 好 好 佳儿 佳儿 娘 娘 您来了 佳儿 娘给你抄的金书 你收好了啊 我也正在抄金呢 来 娘 坐 等我抄完了 放到寺庙里 祈求爹和大哥早日回家 咱们一家平安团圆 佳儿 你还是跟娘回家吧 你是娘的女儿 娘想天天见到你 有娘给你做主 管她什么离妃呢 任谁都不能欺负我的佳儿 还是过段时间吧 等爹和大哥回来 佳儿就回家 正好也给他们一个惊喜 惊喜 也好 快了 哎呀 娘 这么快就抄完了金书 一定很辛苦吧 娘不辛苦 不辛苦 郑书啊 在外面等着呢 娘她走了 对了 娘特意给你买了一只毡子 好看吧 来 我给你戴上 哇 真的好看啊 果然是我的女儿 好看 谢谢娘 谢谢娘 娘 女儿很喜欢 一定日日都带着 娘不在的时候啊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来 夫人 夫人 您在里面吗 夫人 没事 别怕 夫人 来了 夫人 该回府了 夫人 我刚才好像听见里面有人说话 谁啊 这里是个吃斋的地方 怎么会有人呢 走吧 走啊 你 我 你 我 你 不 你 啊 你 这可是我给沈志哥哥 亲手做的衣服 你快去拿个箱子来 单独放 快去 好嘞 老爷 爹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想嫁人哪 爹 之前可答应过我 只要北京的战士得胜 您就允了我跟沈志哥哥的婚事 您可不许反悔 我说过什么我自然记得 可是你瞒着爹 偷偷和沈志去北京拜堂 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时候马途成威 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那彭承王啊 就给我们赐了个婚 彭承王 他有什么资格 给我女儿张罗婚事啊 爹啊 我知道您是在担心 有损女儿的情欲 那彭承王也是一片好意啊 您就不要再生气了 再说了 这沈志哥哥 马上就要回来了 您就快快给我们挑选 个良辰吉日吧 你呀 你自己都说了 沙场无情 沈家是将们 所以爹一直不赞同你们在一起 就是不想让你今后 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你真想好了 只要嫁给沈志 我才会觉得幸福 哪怕有一天她会遭遇不测 我也心甘情愿 既然你如此坚持啊 那就成全你的心愿 等沈老将军和沈志回来 我就去沈府登门拜访 一言为定 爹会亲自为你准备嫁妆 爹 谢谢爹 谢谢爹 自己的夫君 是不是怎么看都看不够啊 是不是心里 还有点恋恋不舍呀 我只是在想 彭承王居然会亲自叠衣服呀 这世上能有此殊荣的 也就你一人了 荣幸备至 你这次回身府准备待多久啊 十天 十天 太久了吧 那你想让我待几天啊 那我想想啊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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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太少了吧 话都没说几句就没了 这样吧 三天 不能再少了 好吧 那就三天 那就用不了这么多衣服了 拿出来几件 你别拿出来 你真羞气 你 Blo 人家 现在还是炸暖还寒的时候 把这个带上 坐在马车上 手就不会冷了 嗯 要么 两天 来 走啊 爹 喝水 你慢点吃 来 我帮你擦擦 香紫巾了 是 回去爹跟你去王府提亲 好 爹 属下参见两位将军 将军 这里有您印封信 好 属下告退 是你娘的信 你娘说 回到渭阳湖接我们 渭阳湖 渭阳湖 是爹和娘相遇的地方 娘定是想爹了 爹 我们这就出发吧 好 在搜寻 第二位 梅兰湖 比较有 大 Gym 很高兴 好 来 坐下 什么呀 这么神秘 可以睁眼了 坐垫 是啊 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坐垫 你每日服安那么久 有了它 舒服很多 妙 妙得很 我的梨妃真是秀拜会中 心灵手巧啊 行了 你就别夸了 我自己的针线功夫几斤几两 我比谁都清楚 虽然做得不是特别好 可是这每一针每一线 都是我的心意 你可别嫌弃 谁说不好了 这可是梨妃为我量身定做的 箭里面呢 包含着满满的爱意 就是最好的绣娘 也做不出来啊 这就是最好的 我们家老头 最近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说 你是不是 也舍不得我啊 对了 拿上来 什么呀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来 又是你做的啊 又是你做的啊 快坐下 明日我便要离府了 走之前 我亲手为你准备了膳食 我要让你 记住这独一无二的味道 那我要想念这种味道了 你就不怕我 明天就把你接回来啊 咬 又来了 澎城王一言酒鼎 不能出尔翻尔 说三天 就三天 好好好 不过今天这菜 看起来有那么点儿意思啊 那是 赶紧尝尝吧 怎么样 挺好的 来 你也尝尝 有点苦 没事 没事 有家人相伴 秀色可参也 你明日回府上 可要多带点东西 让老丈人觉得 不过的 我是个大方的女婿 算你有心 不过 既然你说了 我可去提了 想要什么 随便说 我要你酒窖里头 那几坛年头最久 你最舍不得的比新酒 你可真敢提呀 怎么 舍不得 我舍不得的 只有你 至于其他的 随便你搬 这还差不多 要么还是别回去了 那好吧 我可答应你了 我可答应你了 暂停 过来这儿 好好好 想不想 我给你做一桌好吃的 我答应你了 那想现在多久 那怎么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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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想不想 你呀 真好 想不想 还好 以后 我也要找一个 彭丞王这样的男人 就 就凭你 我 我怎么了 我总比你这样承见 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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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不不像个男人要好吧 我不像个男人 我一个人从北京到建康 被抓被关差点死了 我怕过吗 是我不像个男人 来来来来来 你看看你 瘦得跟个猴似的 你做个衣服 你你你你你 你都用不到凉齿补吧你 还有你这小胳膊 吸得跟什么似的 你过来 来来来来来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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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十堆 绊得起来吗 还有你这小脸 白得跟个姑娘似的 对了 还有你这名字 三宝 曹三宝 跟个姑娘似的 马上像个男人了 我告诉你 你说我什么都行 你就是不能说我的名字 说你名字怎么了 我从小没有父母 被送进蓬城王府里面当家庭 是殿下在照顾我 还叫我读书 我才能当了参军 这是殿下给我起的名字 我就叫三宝 曹三宝 我喜欢我骄傲 我喜欢我骄傲 对不起啊三宝 我刚才 对不起啊 其实我觉得三宝这个名字 特别好听 一听就是个大好人 真的 我错了 而且 我觉得 你长得也挺好看的呀 三宝 店家叫你 来了 许珊 你放我下来 每次都是这样 只要她一难过 用这招准行 你怎么老是突然窜出来啊 不知道什么是暗卫吗 不知道什么是暗卫吗 从中到大神出鬼没 跟个冤魂似的 对 冤魂 野鬼 好哥俩 虽然你们俩身世不同 但是 从小就生活在蓬城王府 而且还有蓬城王照顾你们 那也是很好啊 难道 你也没有亲人啊 我曾经有 后来 我爹娘被洛远抓到私住房 相继中毒 死了 不过 我现在有姐姐了 姐姐就是我的亲人 还有我们 不 我 以后我也是你亲人 好呀 那我们就 一截金兰吧 又了还好 又不愿意啊 她是不想跟你 一截金兰 她是想跟你 连耿劫子 啥 啥 啥连耿 就是我想吃连胖 嗨 连胖 那我们先去湖里看看 有了啊 给你捞过来 那我也呀 奇怪 不过来 郑叔 丰儿 姐 丰儿 来 臭小子 郑叔 大小姐 不 黎妃 回来了 走 咱们回家 好 咱们回家 对 回家 回家 走 去哪儿了呀 我记得我冥冥带了的呀 找到了 找到了 来 这两把剑 拿到爹和大哥的习武房去 他们定喜欢 小心点啊 来来来 这个还挺好看 你们过来 把这两盆领南盆景 拿到大堂去 是 是 黎妃 慢点 慢点啊 彭城王可真是有心 那可是 这么多东西 彭城王就一个命令 不 那说明彭城王 喜欢咱大小姐 看重咱沈家 我差点忘了 外头的马车里 还有硬车的 笔心酒没拿呢 硬车 对啊 今儿晚上 等爹和大哥回来 咱们一家人 其乐融融 喝他个不醉不休 对 喝他个不醉不休 好 不行 我等不及了 我现在就要去驿站 接爹和大哥 我走了 小心点啊 你这个齐性子 慢点啊 放心吧 你们就做好饭 来好酒 等着我们回来 对了 郑叔 我爹最爱吃的清蒸鲤鱼 准备好了吗 准备了准备了 那还有我大哥最爱喝的 最爱喝的鲤鱼汤呢 背上了 我们紫禁姑娘 今天一大早 亲自去集市买的鱼 新鲜着呢 那还有 怎么都背上了 几个燕红楼的师傅呀 一大早 他们就毛活开了 好 对了 我娘呢 这么半天了 怎么没见我娘啊 夫人这几天 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今天刚告诉她 狄妃要来 她却说 她 她不想见你 优秀 进来 娘 你怎么待在屋子里头啊 丽妃 娘 娘 您这是做什么呀 你是彭尘王侧妃 我只是一介名妇 礼数自然不可少 否则传出去让人怪罪 何必如此呢 你这么声势招摇地来到此 可是我们沈家 一向主张简朴有节 实在是受不起 这些都是彭尘王的一片心意 再说了 女儿回家探望 带些礼物也是应当的 你不是我的女儿 你跟我们沈家毫无关系 请黎妃赶紧离开这里 不要在此耽搁 娘 我是离哥 也是佳儿 您真的记不起来了吗 你只是他们口中的离哥 我并不认识你 我也不想再见到你 请你离开 我要继续抄金了 娘 我说过了你不要再叫我娘 你又不是我的女儿 请黎妃离开 马上离开 那离哥先行告退 下次再来看你 不必不必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娘这是不记得我了 总有一天会好的 怎么办י 不必不必啊 现在这批blind奫 许不不 브此 多 아무� glad 作为 如何 可谓是面如关玉 目若朗星 鹅官薄黛 风度翩翩 咱们殿下是真紧张啊 估计要见老丈人了 能不紧张吗 也是 许湛怎么还没回来 买个随饼要那么久吗 本王还想 亲自给梨妃带过去呢 殿下放心 您定少不了梨妃这一口 我给曲湛留个信 一会儿让她直接带到神父就好了 行吧 紫禁姐姐 梨妃说 长姑子就快回来了 让你好好打扮一番 这个梨妃 你看 梨妃都给你准备好了 来 你先在这试试 我先出去 好 我先说 梦妃 叫我 断崖山 剧青森 总是一月痴缠 爱面前 星星相惜不留恨 要不就送到这儿吧 你都送了这么远了 这 这是什么 这是我亲手雕刻的梅花簪 世间仅此一见 代表我对你的心意 真好看 要一直带着她 等我回来 好 我等你回来 我终于等到你回来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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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前面就是威阳湖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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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救我 爹 你们是什么人啊 送你们上皇全路的人 杀 杀 杀 沖 啊 啊 走 雪球是你 陆渊已被仇斩 你还死刑不开 你要什么 冲我来 你现在跪下来 跪下 爹 求他 皇后要上了 眼睁睁地 看着你的儿子 惨死在你面前 爹 孩儿 父小 不能再随你 包家安保 也再不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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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乱来 爹会带你回去 还有 还有 我 这个是给紫禁姐姐的 这是大哥的 希望你们两个 百年好合 百年好合 我审知 愿娶王紫禁为妻 一生一世 绝不悲弃 那 要一直带着他 等我回来 好 我等你回来 沈枝哥哥 我会一直等你回来的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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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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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天平要好好保护过自己 这次回来我定结甲归天 陪你去看你最终意的兰花 与你的蓄意共度余生 我只想吃你做的屈心的莲子羹 记得一定要吃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